最近很火的渣渣灰新疆炒米粉真的好吃吗 买回来了这么多赠品吗 渣渣灰新疆炒米粉 经行量330克 8分钟速食 这次一锅买了4盒 然后店家送了一堆的小菜 9包小菜 都是这个油炒萝卜 这一堆加一起39块9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怎么样 打开东西也很简单 一个粉加一个炒米粉酱 它的粉是这种鲜米粉 所以说不需要煮很久 看下说明书 果然 只要放废水里面煮2到3分钟就可以了 OK 我去料理一下 炒好了 炒着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这个料大家别误会 牛肉和青菜都是我单独加的 它原来并没有 只有萝卜干和米粉是原来自带的 新疆炒米粉 就是喜欢这种红彤彤的颜色 来 粉丝先吃 味道对了 每一根粉都裹满了酱汁 吃起来黏糊糊的 咸咸辣辣 配的米粉比起一般的米粉都要粗很多 口感滑滑的 它这个牛肉粒就是我上次视频拍过的 张飞牛肉 颜色看起来很辣 吃起来还好 可能因为我买的是微辣口味的 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配芹菜 芹菜和鸡肉真的是绝配 OK做总结 米粉味道还不错 但是吧 10块钱一盒感觉不太值 毕竟就只有一个粉和一个酱料 如果你是自己愿意动手的小伙伴 加一点配菜去 挺好吃的 但如果你非常懒的话 就不太适合你了 因为它还需要防炒 三颗心